关闭座椅通风空调调到22度并且关闭张帘 算了我不想关 知识都不支持算了吧 大家好我是董事体原创主持人唐宏轩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雪布兰在国内推出的首款 插电混动式SUV探戒者 PLUS 那还是先说重点啊 探战者PLUS全系装备一套1.5T加两档DHT的动力总成 其实跟GL8上那套是一样的 只不过参数略有不同 全系一共四款车型 从低到高 前三款都采用了RS的外观设计方案 并且装备了一块16.5千瓦时 采用奥特能安全标准的磷酸铁锂电池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CLTC102公里 那还有一款顶配车型 Active版本 它除了外观设计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案之外呢 也装备了一块20多度更大的电池 那那款车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155公里 那全系动力参数都是一样的 370马力和565牛米 那放在传统的紧凑型SUV燃油版车型上 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 但是放在电车如此繁多的金钱 显得稀松平常 不过啊 官方公布它的0到100加速时间是6.8秒 满电状态下 然后亏电状态下的官方0到100加速时间是6.9秒 仅差0.1秒 现在只要粘电的新车动力数据都不弱 但是啊 对于插件混动来说 依然难以摆脱 人们心中溃电状态下 加速能力变弱 爬坡能力变弱 发动机拼命工作的时候 噪音特别大 这些传统的印象和问题 那雪木兰宣称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今天特意把我们带到他们自己的测试场地 安排了几个针对性的试驾项目 所以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展 OK 现在是溃电模式的0到100加速测试 然后官方宣称是6.9秒 仅比满电慢0.1秒 所以今天来验证一下 现在电量显示还够开一公里 然后空调是24度自动 驾驶模式是运动模式 智能电混的这么一个混动方式 嵌力控制系统关闭 所以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吧 OK 来 听到107秒 现在是开尔公交7秒 比他们说的慢0.1 我觉得非常接近了 我还试了一下0公里电量的加速时间是7.58秒 动力衰退还是比较明显的 80到12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测试 官方宣称用14秒 实际满电4.7秒 溃电4.3秒 车上当时坐的都是三个人 而且在80公里每小时左右 发动机动力突然输入的时候 方向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抽动 跟0到100加速时一样 都是扭矩突然涌入造成的扭矩转向 然后经过刚才满电跟溃电两台车的对比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满电的车型 它的80到120加速运时是4.7秒 然后溃电是4.3秒 咨询了一下技术人员 他给我的解释是 在满电情况下 或者说是电量比较富裕的情况下 70多公里每小时的起始速度 会以纯电为主 这时候踩下加速踏板 会有一个发动机介入的过程 所以它的80到120的时间 不像是溃电状态下 80公里或70公里每小时左右 车辆已经在内燃机和电机 同步运行的时候反应那么快 所以加速反而会慢 总之这个插混系统 解释起来很复杂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另外这也是我职业生涯里 首次开上高环测试道路 长驱限速是140公里每小时 正好覆盖高速巡航工况 那其实140公里每小时 它的高速稳定性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发动机的噪音基本上是没有的 然后主要就是风档部分的风噪 开噪也听不到 120的时候风噪会少很多 所以如果是长途旅行 用120巡航的话 我觉得这个噪音范围是可以被接受的 最后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溃电满载爬坡工况 在50米高12%坡度的一个长坡桥上 静止起步加速到80公里每小时 能感觉到起步瞬间 由于重心更抗厚 前轮抓地力更小 电机的扭矩会让前轮明显大滑 直到PC介入 前半段比较平淡 后半段发动机开始发挥明显优势 加速感越来越强 从0到80公里每小时 用时7.87秒 那各位都是内行啊 看得出来 快点模式下想保证动力输出 势必要依托于高功率的发动机 还有多挡的DHT 那我承认在动力方面 这台车做才可以 不过在中国市场 做出购物车决策的时候 更重要是考虑一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所以在这方面 它做的怎么样呢 它一个普达斯全系的指导价 是在149,900到179,900 那车人尺寸虽然定位是中型车 但是跟它那些直接竞争对手比来说 也没算有什么优势 比燃油版的老款探鉴者倒是大了一圈 轴距增长了5毫米 也可以忽略不计吧 那么全系都可以花2000块钱 选装一个17英寸的一个AT全体型胎 看似19寸换17寸是反向升级 不过您想想 如果您经常出去玩的话 买了新车扒掉新胎 再买4条AT装上去 比这样还是要划算多了 往后看 它这个车顶的行李架 确实是可以装东西的 动态载荷在100公斤 竞争对手大多是在30到70公斤左右 所以在生活方式这一块 美系品牌还是有些自己的东西在里边的 不过再往后就要说了 全系只有顶配车型支持队外放电 另外三款都不支持 还有的就是全系都不支持快充 所以这台车你买过来 想作为日常代步的时候 当纯电车开的话 就得考虑一下自己家有没有固定车位和固定的充电桩了 那么来到车内可以看见车里边的卖相 我指的是科技感精致程度以及用料 确实比老款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尤其是这两块双镜屏 向下旋翼侧微微倾斜 同时内置855芯片 然后无线carplay 清击度 然后色彩的效果 还有反应速度还是可以的 并且支持双区的语音控制 下半年的时候会OTA乘AI大模型语音助手 那时候有任何问题或想解决的事 直接找它就行了 现在先试试它语音控制功能好不好用 播放满文君的歌 OK那接着说 我长得太高了 1086确实有点超标 坐在前排因为地板比较高 然后坐姿也比较高 所以我的视野在挡风玻璃的基本快道上扬 坐着有点难受 因为电池在下边 所以我座椅如果真的能调到很低的话 腿又会过于曲 即使现在这样 我坐在这感觉腿也不够舒展 所以也算是一个问题吧 如果您是一个正常身高的人会好一些 那么方向盘直径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握圈比较粗 皮质包裹比较柔软 然后多功能按键的面积也很大 很好控制 但是有一个问题 您握住这的时候会感觉 这个边有点各虎口稍微有一点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间这块中央通道 它两侧是硬塑料 腿靠在这的时候正好各膝盖或者各骨头 这块有点难受 您看这块基本都是软质的覆盖 很软很舒服 但唯独是跟您腿部接触的位置用了硬质的东西 我觉得这块是一个欠考虑的点 说明它考虑的不够细 那么座椅功能性上还是不错的 支持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还有座椅机翼 那么他们也说 新款车探界者PLUS的坐垫和靠背的用料 也用了更软的材料 确实是坐在这会感觉 比燃油版的探界者要更软 更舒适一些 坐在前排调整到自己舒适的坐姿之后 头部空间是40 其实还可以 那么下面我们去后排看看 前方座椅保持我这个身高的一个正常坐姿 我坐在这 腿部空间省于一拳 头部空间省于大概两只左右 那坐垫虽然也进行了加长 然后用了更软的材质 但还是由于地板比较高 所以我这个身高坐在这 会感觉大腿这一块稍微差一点衬托 当然如果您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材 可能会感觉比较合适 那这台车首先说 结构上有一个1.5T的发动机和两档叠日T 我个人感觉啊 探界者就像雪佛兰品牌其他车型一样 驾驶感呀参与感要更强一些 也更有火力 那最后也跟各位观众说声抱歉 本来这一次试驾是有道路试驾的 可是临时取消了 不过别担心 我们也会尽快拿到本地试驾车 给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试驾体验 那最后呢 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尽在懂得地 我们下期再见